早晨,歡迎大家回來 我是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今堂我亦是講越南首詩雞 2020年版的牙齒塊 之前我也有六個一輯是講越南首詩雞 不過我發覺上一輯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太好 所以我又希望可以為大家錄新的一輯牙齒塊 我的牙齒塊是一個比較簡單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是椰菜和一隻蒸雞 或是雞絲 我會教大家做個魚水去碰的牙齒塊 當然如果你可以再加上其他越南食品 就會更加豐富 我看到這張圖片本身是很簡單 有蒸雞腿,有麵包,有魚水 然後就是牙齒塊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去看看我們怎樣做個牙齒塊 我們最主要是有一隻雞 蒸熟之後 然後我們會有蒜頭 青檸 辣椒和魚露 我們用來開一個魚水 來點這個牙齒塊去吃 你可以煮些飯 送飯又可以 或者你就這樣吃,包生菜又可以 事不宜遲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怎樣做 在香港 如果你要做一個雞塊 你可以去超級市場 兩大超級市場 不要說哪間 兩大超級市場 買一些芝麻雞 或者稻香雞 稻香雞 稻香雞是比稻香雞少少 所以我就買了稻香雞 好一點 我現在買了 回來 大概我買的時候 這隻應該是49.9 差不多 這是一隻雞 稻香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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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裡面是相當髒的 尤其是肺、內臟 還未洗得乾淨 我們就畫了出來 如果乾淨就好了 盡量畫出來 但是小心裡面的雞骨 垃骨那裡很煎 所以用手尿的時候 就小心把手切開 小心蒙一點水 把肺和硬拿出來 差不多了 洗乾淨了 我會斬雞尾 雞尾以前我小時候很喜歡吃 現在不吃了 膽固醇太高了 接著我會斬雞頸 拿回這些油 你看見有很多這些油 這些油就盡量不要要 因為雞油會很失血管 我們吃得健康一點 雞我洗好了 我就準備了一個剃盆 一會兒斬尾和頭 之後 再拿走少許油之後 我就把整隻雞 放少許鹽去醃 然後放回雪櫃 因為我今晚才做二十七塊 現在一定是早 你會看到 先放回剃盆 先放少許 先放雞尾 這個就是雞尾 這個雞尾很好吃 但我現在不夠膽吃了 我便放了它 雞頭一樣 又有很多頸 因為養雞的時候 現在的人養雞 很多時候 幫雞打防疫針 或者是 類固醇針 什麼針都好 就打進雞頸 幫你打藥的時候 所以雞頸有很多藥 所以盡量就不好吃了 雷積了很多藥 在裡面 我們就把一些肥油的部分 拿走 始終都是那句 如果你把所有皮都拿走 當然很健康 但是那個牙齒怪 又不是很好吃 我只是把多餘的肥油拿走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肥油 有很多肥油 你想想這個肥油 進了你的血管 有多好 這條血管 所以盡量吃得健康一點 讓這些肥油盡量圈 如果皮是太多的肥油的話 那部分也不要 當然不是所有皮的皮下脂肪都這麼厚 部分厚的皮下脂肪 你才可以拿走 如果你做白切雞 你這樣切法就不漂亮 但是我們不是做白切雞 我們最主要是做一些筷子 壽司雞 椰菜壽司雞 好 雞腳部分 把腳趾剪掉 因為腳趾始終是很髒的 我是說 剪掉了雞的腳趾 不是我自己的腳趾 我自己的腳趾 是不剪的 好 當然還有肥油在裡面 待會我們蒸熟了它之後 我們手撕之後 我們才把肥油拿走 或者我們保留一點肥油 太過瘦 又不是太好吃 這隻雞就洗好了 而且斬好了 之後就放進鐵盆頭 然後我就 拿少許鹽去醃 鹽就沒什麼所謂 有些人喜歡用粗鹽 我就用一個 鴨鹽 即是一枝買回來鴨鹽 我覺得這隻挺好吃的 真的有些香味 這隻也挺鹹的 也沒說不鹹 但是有些香味 OK 先少許鹽醃 不斷醃一醃 就不需要太鹹 搓勻 雞 盆裡面也搓少許 搞定 這隻雞就要補了 現在我封一封保鮮紙 然後放回去桌櫃 先放回去 因為始終也是今晚我才做 壽司 雞 才做 椰菜壽司雞 保鮮紙包好 就是 這隻雞 整盆我放在冰箱裡 用了 好 現在就做這個 鴨水 我準備了大約半個蒜 四隻辣椒 一個青檸 我只用半個青檸 待會我們會用青檸的水 我不用醋 有些人會用醋 接著這個就是越南的魚露 魚露是很鹹的 我們開魚水的時候 只是少許魚露 現在我們就 洗了些辣椒 先把蒜頭 蒜頭一樣 一個個 應該這樣說 一開一開 一開一開 要撕橙 撕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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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的做法 就是切了蒜頭 頭的部分 OK 然後拍一拍 拍一拍去 就很容易撕了一開 這就是一個 一開的蒜頭 所有的蒜頭都是這樣做 蒜頭如果有些是老了些呢 中間的心 是很大塊的 然後撕了中間的心 所有的蒜頭我都 拍片 拍片已經散了 一割的時候就好 很容易割 好 好 蒜頭差不多了 我把蒜頭 放進碗裡 這就是這個湯碗 待會再開 那些蒜頭 看看手 我來看看 這些小辣椒 小辣椒 小辣椒 有四隻 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我會把蒜頭拿走 辣椒 如果是很辣的話 切的時候 手也會好 如果不是很辣 可以的 切開一半 我會把蒜頭切開 那個蒜頭 我可以把蒜頭切開 去拿出來 把蒜頭切開 把蒜頭切開 然後把蒜頭切開 把蒜頭切開 就可以把蒜頭切開 现在把辣椒切除,而且把辣椒切除 把辣椒切除 把辣椒放在蒜头 把辣椒倒入 把辣椒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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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需要一半 另一半 把辣椒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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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很难 不把辣椒切除 没所谓 喜欢 可以拿回 或者不拿回 也可以 也可以 把辣椒切除 可以切除 把辣椒切除 把辣椒切除 放入麵水 下水後才放入魚露 攪拌均勻 應該蠻辣的 現在還未有魚露 加一點糖 加糖 加一點黃糖 加一點甜味 即是糖 蒜頭 辣椒 檸檬汁 先放進去 千萬不要放魚露 最後才放魚露 最後呢? 放魚露 魚露 魚露不需要放太多 因為太多很鹹 所以先放一點魚露 攪拌 你看到魚水開始浮起來 我聞到香味 當然你們隔著鏡頭聞到 我去試味 加少許魚露 加少許魚露 洗洗精 可以再試味 糖 也差少許 檸檬也差少許 所以我就拿了少許檸檬汁 OK 已經夠了 洗洗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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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再試味 不錯 魚露成功 接著我們就 切椰菜 接著就切椰菜 這個是日本椰菜 在日本市場買 不是在日本買 是日本椰菜 是日本椰菜 買的 回來的時候 表皮這些 不是那麼漂亮的 可以撕走它 可以撕走 這個當然要洗洗它 切椰菜 當然是切了椰菜 這個芯 芯比較硬 在越南做 即是一塊的時候 它又要用生椰菜 因為椰菜就不會煮熟 但是生椰菜有时就不容易消化 所以稍后我会稍稍煮这个椰菜 不要让它生 太熟了,没有太熟了,太熟了 就没有了口感 我先放了一半 最主要是切椰菜丝 我用梯盘盘盘盘盘盘盘 也是一样的椰菜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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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份量 我觉得四分一个是足够的 我买了半个 但是四分一个是可以的 所以我只剩下这个 我会用保鲜纸包回冰箱 相当简单的 切椰菜就是这样 切好了 这些椰菜丝 如果你想喜欢的软身点 吃到软身点 就够用盐 腌子 falou盐 虽然用盐腌 it Natomiast 这下椰菜里面的水盆会抽出来 接着它又会卷得软身一点 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消化了 当然你要洗一洗,等会我们煮一下 因为始终有原液确,它会软一点 油在这里浸,它会软身一点 切椰菜就到这里 椰菜我们准备好了 鸡我们已经洗干净,待会蒸 蒸完之后,我们才手撕这鸡 做椰菜鸡丝 我准备蒸鸡了 因为我这鸡蒸了之后,我都会拆肉 所以我就不整只蒸了 因为整只蒸比较难熟 所以我先斩了一半 切鸡的时候,刀要够肥 就在这个位置切下去 因为中间有一条骨 所以我在这边的位置切下去 这边的位置切下去 中间的骨在这个位置 这边也是一样的 一左右呢 是容易切开 所以下刀也够了 熟了又容易切些 不过我一生的时候 我都希望先开一半 先开一半 顶和骨的骨 再开一半 这边是骨 中间的切骨 这边就比较容易切 再开一半 剪开了,就两边了 因为蒸完拆肉 我希望两边一起蒸 比较简单 快点熟 骨髓 骨髓 我把骨髓也都拿出来 分开蒸 放入烤肉精 半边鸡 例如半边鸡,一星期 我会将鸡放入锅中 开水蒸 锅已经水滚了 所以我可以将鸡放入锅中 可以看到 水滚后,我将鸡放入锅中 盖上锅,蒸大约十多分钟 就可以了 现在蒸完十五分钟 鸡蒸熟了,很漂亮 我现在拿出来放冰一点 然后再做寿司鸡 鸡蒸好了 现在我把鸡放入锅中 我把鸡放入水 将鸡蒸汁 留下两只鸡腿 其他才是寿司鸡 鸡肉 这些是浓粟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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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碗中 待会就这样吃 现在还很热 现在还要把它剁开 然后把它剁开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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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开始冰了 就可以手撕了 你看到 做法相当简单 撕开一丝丝的鸡肉 现在还很热 我们慢慢去撕 手撕了之后 就是这些鸡丝 通常我都会手撕之后 就放在另一只碟里 就没拌到椰菜里 因为我要查清楚 里面有没有碎骨 手撕有时有碎骨 吃了就不太好 手 手七合格 我才放在椰菜里 现在就放在椰菜里 拌均匀 动作很简单 一只放在椰菜里 拌均匀 当然是 在盘子里拌均匀 比较简单 椰菜我蒸了大概 三分钟 会软身一点 没有太硬身的椰菜 太硬身就很难吃 椰菜刚好 还有这些鸡的份量 这些鸡肉 当然减了两只鸡皮 1个位 这样就减了 2个一部分 zostować 久我怎么样 不足够了 就应该答ścią 一叶子готов了 首 because chicken 这么大口 안에선 最后 под Edit 一盏 突然siz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大家 谢谢 拜拜 Mucho gracias Mucho Mucho